靈魂、靈世跟这些世,它的意识比一般的弱身更加灵敏,更加的灵敏。 所以你念佛,他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,因为那是一种灵情。 甚至你持咒,他都知道那个是咒,而且都有用处。 像你念经,以为是说,这个人已经是失智了。 那么我们,他既然失智了,一定是不懂了。 不懂了,你就清才凉凉凉。 清才凉凉就好啊,刮时间,清才凉凉就好。 反正他也听不懂,是错误的。 因为人的灵结啊,在肉身没有的时候啊, 他的念头啊,更加的清晰。 而且他的速度,他走路的速度更快。 他一念就可以到。 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讲说,鬼有五通。 鬼有五通。 人连通都不通。 你是人啊,真正的你失智了,什么都不通。 但是鬼有五通啊,你不要看这个墙啊,他都可以进去。 他可以穿过去。 按照佛陀所讲,只有佛陀的金刚坐,他不能去。 还有女人的胎宫,他不能入。 他比较有言的才能够入。 这两个地方都是很尊贵的地方啊, 逆人的太空,跟佛陀的金刚坐。 其他的地方他都可以到。 除了你说密教,你懂得结界。 你会结界,他就不能够进了,进到你的结界里面。 所以有一点呢,就是说,我们老人家,像师尊老人家,如果说将来失智了。 那,变成师尊老人。 但是,他只要他的佛性还在的话, 这个佛性出现的时候,他还是非常的灵敏。 非常的灵敏。 比一般人还要灵敏。 这一点是要跟这个,因为你常常出去跟人家注念啊,出去念经啊,帮人家做法事啊。 其实都是,在帮助那个众生。 帮助他的这个灵敏。 帮助他的这个智慧。 很重要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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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